HELLO 大家好,我是Joyce 歡迎回到我的實驗室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道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料理 我們要來做皮蛋炒四季豆 這裡是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需要四季豆,皮蛋 皮蛋的部分我已經先剝好殼了 這裡還有蒜頭跟辣椒 調味料的部分在等等的材料表裡都看得到 都準備好了,我們就可以開始啦 首先我們先來切我們的四季豆 我們把它們去頭去尾 然後切成小丁 把蒜頭跟辣椒切一切 把蒜頭切成末 辣椒這邊切成小段 辣椒這邊切成小段 皮蛋我們把它切成小塊 我們先煮一點水 來煮我們的四季豆 先把四季豆煮一下 水滾了我們就下四季豆 稍微讓它煮一下 現在水滾了我們就下四季豆 稍微讓它煮一下 這樣等一下再炒的時候比較容易熟 我剛才已經先把四季豆撈起來了 現在我們來起個油鍋 來爆香我們的蒜頭跟辣椒 來爆香我們的蒜頭跟辣椒 油熱的差不多了 我們就下我們的蒜頭 還有辣椒把它們炒香 香味都炒出來了以後呢 我們就下我們的四季豆 剛才已經先煮過煮好的四季豆 把它們下下去炒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下我們的皮蛋 把它拌炒一下 把它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加我們的調味料了 醬油 香菇素蠔油 香菇素蠔油 紅鴿西 然後一樣把它拌炒均勻 拌炒均勻了以後呢 確定每一個食材都熟了 就可以起鍋啦 我們趕快來試吃 那我們趕快來試吃 皮蛋四季豆 哇好香喔 嗯 嗯 我本身就很喜歡吃皮蛋 我覺得它的味道很獨特 然後呢 它又QQ軟軟的 搭配著有點清甜 脆脆的四季豆 我覺得味道很特別 很好吃 如果你也喜歡吃皮蛋的話 推薦你做做看這道菜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讚 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